Hello 到生童感受情緒篇的時候 我們現今的人 從小到大都會被灌輸給教育 就是不要讓別人看 不要在別人面前哭 哭很醜 很多時候我問客人 關於他的感受的時候 我深深體會到他們是回答不出的 因為他們已經跟自己的感受 有一個斷層 They were taught not to feel 但其實很有趣 譬如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會問你 見點嗎 How do you feel 英文的時候 醫生通常會這樣問 但為什麼我們會跟我們內在的感受 有一個斷層呢 譬如我們的身體哪裡痛 我們感覺到的 是一個感受 但我們內在的感受 從小到大都沒有人教過我們 如何跟他相處 如何面對他 不安出現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面對恐懼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認清他的真偽 或者面對無力感的時候 我們如何令自己更能夠掌握到更大的力量 為什麼很多人問我 我的麥倫很低分 為什麼呢 我反問他們 你知道為什麼麥倫會低分嗎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雖然今集我們講情緒 講感受 講感受 我們不講麥倫 但是瑞瑞一提一提 就是小朋友 查出麥倫都很高分 因為如果她留媽媽買玩具 媽媽不肯買的話 她直接就在地上看 哭 發脾氣 她連將那個情緒轉移 內化 心化 然後將它在裡面壓抑的機會都沒有 你越來越壓抑自己的情緒 她在你身體裡面形成 那個糾結就越大 而這一種糾結 大家聽起來覺得很抽象嗎 其實不難的 你看到現在今次今日 有些夫妻兩個非常之不和 食營和水火 都準備上分道養錶了 但是想回頭 其實他們剛剛認識的時候 是感情很好 很熱戀 是慢慢演變成今次今日這樣 那麼過程裡面 就是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糾結 一件事的發生 他們沒有有效地將這個感受 這個情緒宣示 簡單來說 一個比較奇怪的比喻 就好像廁所一樣 你的廁所 你放一張抹手指 它未必會立刻塞 但你越放越多的時候 很快就沖不上廁所了 那麼沖不上這個比喻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人的情感 沒有辦法交流 如果我對你初時充滿愛意 但是我一次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給了一些很負面的反應給我 例如發我脾氣 因為我想關心你 那我中間 我吞了 因為我不想影響我跟你之間的關係 但是我以為我吃了就沒事 但是原來這個在我心裡 仍然形成了一個糾結 那這糾結 日積月累 就變了 我們之間的愛沒有辦法流動 這個是家庭排列的術語 那愛沒有辦法流動的時候 會認諸愛的 大家就會看到這兩個人 開始這個貌合實理 開始大家不想再有親密接觸 甚至同台吃飯 互相各自看電話 今時今日 情侶家人坐在一起 什麼時候見到是很暢所欲言 大家有很好的情感流動 為什麼我們小時候 先生反而沒有教我們 怎樣跟別人有一個 很健康的情感流動 和自己裡面 我們怎樣感受自己內在 有一個很好的流動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接下來的集數裡面 會和大家分享不同的情緒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下集再見